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把它当作腰带 所以还是蛮漂亮的 那如果你要当发带或者是腰带的话 我们上面两端的加点这种辫子 加点这种肌带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它的勾法 我用的是五股牛奶棉来勾的 你用其他的线也是可以的 五股牛奶棉我用的勾针是2.5的勾针 其他的就是咱们的基础工具 剪刀缝合针和记号扣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如果你是要勾那个腰带或者是发带的话 那记得我们这里呢要留长一点的线头 因为你最后呢是需要勾那个辫子针嘛 对不对 要勾一根基带 好 我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 咱们这里呢留长一点的线头 接下来我们打个结 这个结穿到钩针上 接下来我们要起针 咱们要起六个辫子针 六个辫子针 这就是第一个 二 三 四 五 六 这里一共起了六个辫子针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我分别在第一针和第二针上放一个记号扣 第一针和第二针上放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咱们要返回到第三个辫子针里面 就是往底下数的第三个辫子针 或者说往上面数 如果往上面数就是第四个辫子针 我们要在这里面开始来勾 勾四个长长针 长长针咱们勾针要绕线两圈 好 我们穿到第三个辫子针里面 从底下往上面数第三个 从上面往底下数是第四个 好 咱们把线勾过来 这个时候勾针上是有四个线圈 咱们勾线带过前面两个 再勾线带过前面两个 再勾线带过两个 这就是一个长长针 好 我们重复这个方法 还要再勾三个 大家注意手劲尽量均匀一点 两个了 三个还差一个 一共是四个 好 大家看清楚 我们这里勾了四个长长针 除了这里的几个辫子的起底针 好 我们这里勾了四个长长针 接下来咱们要勾 接下来咱们要在下一针 也就是黄色记号扣的这个第二针里面 我们要在这里面勾一个加长的长针 加长的长针的勾法 勾针到线一圈 好 我们把线勾过来 勾针上是有三个线圈 咱们勾线先带过第一个线圈 再勾线带过前面两个线圈 再勾线带过两个线圈 这就是加长的长针的勾法 勾针继续到线 我们还是在第二针黄色记号扣这个地方 在这一针里面 在这一针里面 咱们还要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好 勾线带过两个线圈 再勾线带过两个线圈 好 这就是前面几针的勾法 好 那这样的我们就剩下红色记号扣的最后一针了 这一针里面咱们要连续 要同时勾出两个短针 这一针里面咱们要勾出两个短针出来 两个短针勾完 接下来咱们勾一个辫子 勾一个锁针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勾针要从最后一个短针 咱们挑靠近我们的这半根 半根半个辫子 然后呢 再从这边录针 好 接下来咱们要这样录针 大家看清楚 最后一个短针 咱们要这样来录针 好 这个锁针勾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从这个地方录针 把线勾过来 再带过后面线圈 也就是这个地方咱们勾了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 那么相当于这个爱心其中一侧呢 咱们就勾完了 现在我们要重复这个勾法对应的 去把另一侧勾出来 所以我们首先 好 这个线头不管 咱们首先就来到红色记号扣的第一针 所以有经验的宝宝 你不用做记号也是能找得到的 新手宝宝呢 建议你就做个记号 也就是咱们红色记号扣的第一针 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要再勾出两个短针 这个线头不管 留在后面要勾那个锁针当做鸡带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接下来来到了黄色记号扣的第二针 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要先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勾 还是在刚才黄色记号扣的第二针 在这里面再勾一个加长的长针 然后我们就剩下最后一针 那么最后这一针里面咱们也要再勾出四个长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四个长长针勾完 接下来咱们勾两个锁针 然后在 刚才就是第一个洞里面 在这里面咱们勾一个引拔针 那这样呢 其中一个小爱心呢咱们就是勾完了 勾完了 大家勾完之后再来去调整一下 整理一下 好的 爱心勾完了之后 大家记得先锁一针 先锁一针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爱心的勾法 好 这里再给大家重复一次 锁一针 这一针咱们不管 我们又是起六个辫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勾针到线两圈 从上面开始锁 勾针上这个线圈不管 不算 一 二 三 四 从上面往下锁 第四个辫子 好 我们要在这里面勾出 四个长长针 咱们在这里面要勾出 四个长长针 四个长长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勾出了四个长长针 接下来往左边走 下一针里面 咱们在这一针里面先勾一个加长的长针 然后这一针里面还是这一针里面再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我们就剩下最后一针了 刚才锁的那一针不算 咱们不管它 剩下最后这一针 这一针里面咱们要勾出两个短针 我们在这一针里勾出两个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一个锁针 锁针勾完之后 从最后一个短针这里路针 咱们勾一个引拔针 好的 那么这一针呢 我们就勾完了 现在我们要重复这一针的勾法 把另一针勾回来 所以我们先找到第一针 所以新手宝宝你找不到一定要做记号 我们第一针里面先勾两个短针 往上面走 就往左边走 咱们第二针里面先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勾一个加长的长针 然后就来到了最后一针 这一针里面咱们也要勾出四个长长针 四个长长针 已经勾了有三个 还差一个 四个长长针勾完 然后是两个锁针 然后我们还是在 第一个洞里面就是勾了 四个长长针的这个洞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那么这样的第二个爱心呢 咱们也勾完了 那我也见过有的姐妹呢 这个爱心 它是用那种非常细的雷丝线来勾的 它勾了一个 有的勾了两个小爱心 当做那个耳饰 当做那个耳环 也是挺漂亮的 好的 然后我们勾完了这个爱心之后 我们也锁一针 然后又去重复这个方法 起六个变质针 然后再去勾这个爱心 我们就一直的重复这个方法来去勾 勾到你自己需要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你已经勾到了 咱们自己需要的长度之后 那我们就剩下这个鸡带了 鸡带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勾这个什么呀 锁针 就直接这样勾锁针 也是勾到你自己需要的一个长度就可以 对吧 那么这一端呢也是一样的 这一端也是一样的 咱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起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起针 也是一样的 咱们就勾我们的锁针 因为我们不是已经预留好了线头吗 所以也勾自己需要的长度的锁针就可以了 最后能够去长线头就可以了 好的那今天这个教程呢 咱们就到这里了